ISDXR模型 ISDXR模型可以在Stable Diffusion上直接使用了 我總體體驗下來還不錯 在細節和質感上都有很大提升 看起來是準備直接和MJ打架了 這些都是我用ISDXR0.9模型隨便做的圖 相比之前的1.5基礎模型 即使使用很少的提示詞 也能出很漂亮的圖 接下來就給你們帶來保姆級教程 我這裡不是想你們看我的顯卡 首先先打開你的ISD秋葉啟動器 點擊最左邊的版本管理 可以看到秋葉大佬已經在7月27號 把ISD更新到1.51版本了 非常感謝秋葉大佬 你只需要點擊右上角的刷新列表 再點擊一鍵更新 就可以輕鬆更新到1.51版本了 看到這裡打勾 日期還有版本對的就OK 然後打開你Stable Diffusion的根目錄 找到放底膜的位置 底膜都是放在這個目錄 接著把我給你們整理好的模型放進去 這次的0.9模型 主要是有兩個模型 還有一個專屬的VAE 紋生圖還有圖生圖 需要用對應的模型才有效 紋生圖的0.9模型 大小差不多13G 圖生圖的0.9模型 大小差不多6G VAE這個模型 也是要放在model損件加你對應的位置 VAE你可以理解為給畫面去灰度 矯正顏色 或者是一個濾鏡 這些都做好後 就可以去啟動ISD了 這裡會加載模型 環境 還有一些必要的東西 不同的電腦 需要的時間不一樣 都請耐心等待 直到頁面跳出 先測試一下紋生圖 我們選上對應的模型 記住紋生圖的模型 是這個叫Base的 因為這個模型很大 所以這裡一定要等它切換完後再去做圖 記得把VAE也切換到SDXL模型專屬的 接下來可以去寫提示詞了 這個模型用很少的提示詞 就能出不錯的圖 所以直接用我預設的起手式測試一下 迭代步數 我設置為40 如果你的顯卡不好就設置20 採用方法自己都可以嘗試一下 我個人習慣 我先選這個 因為這個模型訓練 是用1024x1024的分辨率訓練的 所以分辨率我也設置為1024x1024 其他的保持默認 直接點生存 生存的速度也是根據你顯卡的性能來的 這個模型對顯存的要求 至少要在8G以上 如果你的顯存低於8G 我就不建議你下了 但是我相信之後會優化的 每個人都能用上 可以看到我的顯存佔用已經到達9G了 這裡我先加快速度 完成了 可以看到即時很少的提示詞 比起原來的1.5基礎模型 質感和細節都提升很多 提示詞如果寫得更多 更精準 那效果肯定會更好 我再切換我的可愛風格提示詞 預設看看 可以看到真的很可愛 而且我的提示詞就是一個起手式 再換一個真人起手式看看 可能是我提示詞裡面有景深 背景被虛化了 再換成二次元的起手式 我看看這個模型能多全能 這次我增加幾個提示詞 新海城風格 城市街道 我總覺得這個模型在二次元上 臉畫出來怪怪的 還是沒有MJ的NiG模式厲害 再生成一張看看 新海城的風格是有了 但是就是這個臉 難受 把提示詞換成 宮崎駿風格 四次 就是感覺背景風格又有了 人物還是不太行 也可能我提示詞沒寫好 現在測試一下圖生圖的模型 點下面直接發送到圖生圖 記得把模型也切換成SDX2的圖生圖模型 把重灰幅度拉低一些 我是想修復這幅圖 還有增加細節 拉到0.4左右差不多了 然後點生成 可以看到細節增加了很多 人的臉也更二次元了 平時你用自己的照片轉二次元 如果覺得轉出來動漫程度不夠 可以用這個方法 不斷地低從會幅度 反復圖生圖迭代 這裡我再用同樣的方法 增加這幅圖的細節 然後騎手式改成真人的騎手式 看起來變富婆了 金項鍊更亮了 還多了一對金耳環 介紹最後一個更新號的功能 可以自訂一編輯Lora了 比如這裡隨便找個Lora 就這個春豆子的吧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多了一個設置的按鈕 點擊一下會跳出這個介面 可以添加Lora的描述 等於是一個備註吧 觸發時這裡就根據你的喜好填寫 我就打個豆子 下面的推薦權重也根據你的喜好來 我拉到0.7 最後點擊保存就行了 當你要調用這個Lora的時候 點擊一下它 就非常方便的 把觸發時還有Lora都一起丟進提示詞裡啦 這個功能也只有SD1.5後的版本才有 但是我想告訴你 XL0.9模型並不支持使用Lora AI的進步速度很快 要不了多久肯定都會支持了 所有的模型還有VAE 我都會整理好放在粉絲群還有視頻下方 關注我 讓你在AI的學習上 少走彎路